各位知道 在传目前的主要足球歌 世界的歌曲里面 来自英超 西甲 德甲 易甲 法甲 并称五大联赛 当然了传统里面的话 法甲是不算的 应该传统的话 说是四大联赛 联赛 但不管怎么说 现在突然来讲是五大联赛 或者说是四大联赛 这五大联赛 联赛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都是在西欧的主要国家里面 这些国家对内经济发达 然后也就是说球迷们有钱 这些球队因此也有钱 有这个经济实力 可以招兵买把 可以搭建好的球场 对外这些国家 在世界各地都有影响力 比如说 那个像英国在北美 在澳洲 在印度 在东南亚 这些地方 都有他们之前的 那个殖民帝国的 实际留下来的影响力 还有比如说像西班牙 西班牙在南美 法国在非洲 也是同样如此 这个呢 也就是说他们可以 一方面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市率 可以拉来从世界 有收市率呢 有收市率呢 就会吸引到投资 他们本国有的是 有大企业会想投资他们 然后也会吸引来自 其他国家的投资 来他们这边 所以说呢 他们的 而且呢 来自这些 受他们影响的 这些国家的 这些球员 也都会比较 倾向于去这些 去欧洲的这些 联赛踢球 比如说 比如说 例子多了嘛 像那个 南美洲的球员 去西甲 非洲的球员 去法甲 这些例子很多 所以说 也在综合这些原因下来 这就导致 这几个联赛的 这些球队 尤其是大球队 食物链顶尖上的 这些球队 他们的实力 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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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这些球队的实力到这了 他们呢 就可以 以 欧万 为目标 进行 进行努力 进行军备竞赛呀 进行那个 进行军备竞赛呀 这种呢 毕竟是 毕竟在足球世界里头 尤其是俱乐部啊 这个国家队另说啊 国家队其实也需要 但是尤其是俱乐部 就是说 你有经济实力 这是最基础的 你没有经济实力 那就是 那就不行 对 所以说 像这 像这些球 将这些球 球队 来自五大联赛的球队 一直以来 都是欧冠上的 夺冠热门 而且事实上 他们也都是 也一直 牢牢的 把欧冠收入当中 这些来自 五大联赛的这些 豪门禁旅们 对 一直对这个 欧冠形成一个垄断 但至于 其来自 其他联赛的球队 就很明显 没有五大联赛 这么有优势了 就是说 他们的影响力小 他们本地的球迷 也不多 然后外国的影响力 也很小 那么如此下来 他们的竞争力 五大联赛顶级球队比 那就是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所以说他们 拿欧冠的概率 也是越来越小的 但是 在本世纪 就曾经有过 这么一支 飞舞大联赛球队 拿过欧冠冠军 那么这支球队是谁呢 没错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波尔图 然后 就像这个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